哈囉大家好 我是曾經在車上銀翼翁翁過覺得好刺激好爽的阿Ben 歡迎收看本頻道 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 要知遊戲事 仔細比較的話 各位其實會發現已經停更三年的《戰地風雲5》始終保持高冷氣 在線人數甚至長期贏過《戰地風雲2012》 可見比起機型外傳 多數人還是比較喜歡正統續作 《戰地風雲5》確實好玩 有單人戰役還有少見的太平洋戰場 我的這款遊戲也花超過400個小時 雖然有不錯的人氣 但非常可惜的是唯獨缺席管為人知 史上最慘烈殘酷的《蘇德戰場》 明明是可以好好發揮的題材 卻沒有做出來 今天就來談談我對蘇德戰場的看法 還有DICE針對蘇德戰場有哪些暗示 在影片正式開始前 麻煩各位訂閱本頻道加打開小鈴鐺 以及幫我看廣告 非常感謝 市面上比較多人曾經玩過的《蘇德戰場》遊戲 大概就是《決勝時刻2》 《決勝時刻》《戰爭世界》 《赤色交響樂》 但類似題材也沒有很多 不過如果是DICE以寒霜引擎打造的《蘇德戰場》 不覺得場面會非常有看頭嗎? 都做出太平洋戰場讓玩家扮演每日雙方在流氓島 索倫門群島用A1加蘭德 M3衝鋒槍 Type-2A衝鋒槍 大正11年式輕機槍施殺了 沒有理由不會搞出蘇德戰場吧 自從德軍在1941年執行《巴巴羅薩》計劃後 就有許多著名戰役可以拿來當題材 比如列寧格勒維城戰 莫斯科戰役 庫斯科會戰 雖然DICE有說戰地風雲5是諸大顯為人質的戰役 因此向洛曼地登陸 市場花園行動 許特跟森林戰役之類的都沒有出現 沒意外的話 剛剛提到的那些比較廣為人質德書的戰役也不會做出來 但我相信肯定還有題材能做 不會到完全沒有 大家想像一個畫面 拿著波波紗或DP輕機槍 再敢退縮就達成你的政委的一聲令下 所有人喊著烏拉不要命的衝向德軍機槍陣地 看著左右的同袍一個一個倒下 好不容易衝到敵方陣地又得使命過鬥 當一切塵埃落定往四周望去 只見滿山滿谷的屍體 不覺得很熱血嗎 而且戰情浪潮是隨著時間推進 帶玩家奔向不同戰場 所以能期待更多新武器 新載具 新戰役 一路從史達林格勒打到波林 光用想的下面就失一片了 好想開著柯丘莎烘爆德軍陣地 你們看,玩家也製作不少相關圖片 代表著題材很有熱度 像是更新路線圖 蘇聯最佳小隊,戰鬥畫面 可見許多人也真的很希望DICE能做出蘇德戰場 戰地風雲5是這系列的第一款服務型遊戲 所以DICE算是邊做邊想 走一步算一步 不知道未來會朝哪個方向發展 2018年11月 一部鱷魚訪問影片顯示 當製作人被問到戰地風雲5會不會出現蘇聯時 他說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是很重要的陣營 這點我們不會忽略 玩家可以針對這點賭賭看 2018年11月的一篇報導中 製作人表示會先加入蘇聯的武器、載具、裝備 至於會不會更新蘇德戰場 他說因為蘇聯不只換過一次陣營、立場 所以他們得思考該如何在遊戲裡加入蘇聯 後來因為被惡國網友砲轟 製作人態度轉變 說蘇聯應該屬於獨立陣營 與同盟國和軸心國分開 這才告一段落 從這兩則消息來看 DICE雖然沒有明說會出現蘇德戰場 但也沒有否定 主要是社群的期待與呼聲太高 認為二戰遊戲應該要有蘇德戰場 但DICE直到2020年4月停更前仍然沒有推出蘇德戰場 也難怪玩家會上網抱怨他們的憤怒與失望 或許是因為服務型遊戲的性質 DICE在戰地風雲5剛發售時還沒有想太多 也沒有預料這遊戲能更新幾年 更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加入蘇德戰場 畢竟EA未有生殺大權 我們永遠也無法用寒霜引擎玩到經典的蘇德戰場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惜 影片最後想問大家 還有人在玩戰地風雲5嗎? 當時有沒有很期待蘇德戰場呢?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你的看法 如果想知道戰地風雲2012是如何成功翻身的話 也歡迎點擊左邊的影片哦